雪兰尔巴生一处废弃的电屋 竟然被人改造成淫窟 主要招待外劳嫖客 费用最低50令吉起跳 移民局暗中调查了三个月后 今天突击这些电屋 并逮捕58名外劳和2名本地人 当局还在现场发现一些用过的安全套 屋内环境脏乱不堪 被捕的外籍者分别有28名男子还有30名女子 包括来自孟加拉、印度、巴基斯坦 还有印尼的外劳 介于24岁到60岁 移民局还发现一些外劳没有携带证件 还有余期逗留 当局指出这里提供的卖银服务价格 主要按需求浮动 如果客人不多一次只需50令吉 嫖客还能讨价还价 如果需求高价格还能去到100令吉 移民局的初步调查显示 这些废弃的电屋都有业主 电屋分割成许多房间 每一个房间以每个月500令吉的价格 出租给这些外籍女子 刚刚开的电�ãy 靠能凶的声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